中共二十大日期正式拍板 据中国新华社报道 由于第十九届七中全会将于十月九日召开 引起中央政治局建议 十月十六日于北京举行二十大 会议期间除了会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习近平预计也将毫无意外地开始他的第三任期 在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 继续握游中国最高权力 西方媒体普遍认为 习近平将会达成他的目标 因为目前中国共产党内 没有足以挑战他地位的反对派 先前外界预估 二十大的日期将会落在十月下旬 不过日期出路口却比预测的时间还早 甚至早于北戴河会购所推论的 十月十八日或二十八日 有分析认为 这显示出中共内部的早力已暂时告一段落 因此高层想尽快召开二十大 好让一切尘埃落定 另一方面 近日中国军事动作频频 不仅多次派出无人机 侵扰金门领空 也将在九月一日至七日期间 与俄罗斯联合军演 而这样的种种举动 就让外界相当担心 在习近平成功连任前 台海局势是否会进一步升温 对此 圣唐马斯大学教授业要员分析 为了巩固自己的声势 习近平必定会对台采取更为冒进的策略 除了目前的文攻武嚇之外 另一个可能的行动 是对台湾进行电子作战的测试 或许展现更高程度的渗透力 来影响年底台湾选举的局势 而美国则会加大对中国的封锁与竞争 可以确定的是 未来美中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差异 双方将会变得更加难以交流 记者黄信雅整理报道